好 我想7000就是最近一段時間 股價就有所回穩 我想最大是基建於兩大因素 第一就是見到中期業績數據 其實總體表現是比市場當中要理想一點點的 包括了一些廣告業務 或者說的是一些遊戲業務 其實雖然說的都是有一個受壓的情況 但是見到回落的情況 反而比市場原先預計當中的幅度是要輕微的 所以市場現在預計著 就是騰訊有機會在今年的下半年第四季 或者說明年的上半年 業績有機會重新出現一個復甦的動力 這個也是股價帶來最大的支持因素 而第二點就是我們知道 就是在騰訊公佈業績之前 其實它有一個月大股東是不可以進行買賣的 反而在公佈完業績之後 我們見到騰訊是再度開始回扣自己的股份 以前其實都有跟投資者分享過 一些科技股或者一些大型股 如果說的是回扣自己的股份的話 就不需要將這個因素看得特別重的 但是現在的情況其實有一點點不同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整個港股交投比較疏落 或者說成交不是太多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見到 騰訊現在每天回扣自己的股份的金額 大概是有3億多的港幣 這個比例相對它每天自身的成交 差不多前的比例都有5%或者以上的 那麼5%這個比例呢 對於一些大型的股份來說的話呢 其實已經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了 那麼所以暫時這段時間呢 在交投不是特別旺的情況之下呢 反而回扣這個動作呢 對股價是會有更加明顯的支持力度在那裡的 那麼我自己預計呢 就是騰訊以這一次的業績表現呢 我相信300元附近呢 會是一個比較紮實一點點的中期底部來的 那麼至於向上看的一個目標位的話呢 我暫時真的看回一些比較大一點點的位置呢 大概350元那些位的 那麼如果說的是明年比較長一點的位置的話呢 我覺得騰訊有機會呢 就是試試今年那些高位 我想大概是去到400元或者是上的